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有一点像纪录片但又不太像 可是又有剧情 是 还有剧情 那这部戏呢 我先讲一下它很独特 这部戏年少时代是2002年就开拍 对 然后它拍了11年还是12年 12年 2013年杀青 然后这12年的时间 他们用的是同一批演员 然后他们每年就像夏丽妮一样 就是会导演好像会把他们聚集在 聚集在一个礼拜还两 对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嘛 对 一两个礼拜 但其实只拍两三天啊 对 然后他们会一起交流 他们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一年又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点像是王家卫的那种拍法 对 就是它是 导演是访问演员那一年的过程 然后就把它融入剧情里面 让他们演出来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又像纪录片 然后又像剧情片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味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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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不只创造了一部电影 还见证了彼此的人生 对 对 那故事是什么呢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小男孩 叫Mason 对 然后他是一个 我自己在看他的时候 我觉得Canton Canton 他小的时候有一点自由又散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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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然后他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然后他是 他跟姐姐都跟着妈妈 对 对 那他脑中常常会有一些起思幻想这样子 所以妈妈就常常会被学校抓去问话这样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妈妈的感情是很好的 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没有看到爸爸 我等一下再说爸爸是谁 然后他爸爸就没有 就是不知去向 就反正生了小孩之后就走了 对 然后他妈妈因为太早就未婚怀孕生子 所以 欸 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 反正很早就是 生了小孩 没有完成学业 所以他跟就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工作 就只能一直很辛苦的打工 对 然后后来就决定回外婆家 然后就是在外婆的帮助之下 有完成学业 我记得他妈妈好像是读了大学 把大学读完 然后终于可以换一个城市 也有个比较好的工作 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爸爸回来了 就是笑啪啪啪的回来了 然后就是重新加入他们的生活 生活 可是是每隔两周才会跟孩子聚一次 对对对 后来妈妈在大学 不晓得是教书还是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继父 读书的时候 对 然后他的继父是一个大学教授 而且是心理学教授 欸对 你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 然后 就特别讽刺啊 然后本来Mason以为他妈遇到好的人 要苦尽干啊 然后他的继父也有两个小孩 但是没想到这个继父也有家暴的问题 然后很辛苦 然后反正后来呢 就是他一边成长 我们就看到很多 可能美国的组合家庭啊 对 重组家庭 重组家庭 在成长的过程里 遇到很多成长的议题 然后到最后 他大概拍到他要读大学前 就电影就结束 然后我们就看着Mason 叫Boyhood嘛 就是从一个小男孩什么 长成青少年 然后准备进大学 然后他还好 他是还整张呵呵 没牌去 然后大概是走向他的未来 故事到这边 对对对 那这部戏呢 导演是李查 李查林克雷特 他是谁呢 他就是爱在黎明破晓时 爱在日落巴黎时 爱在午夜希腊时 就是那个导演 就是爱的三部曲 三部曲啦 如果我想任何想要谈恋爱的人 一定都会看过这三部嘛 电影迷也都很熟 对 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Eason Hawke 就是爱的三部曲的男主角 御用男主角 对 他就是那个飘飘的爸爸 对对对 这个是帮大家科普一下 电影的冷知识 好的 好 依萱 是什么当初要让你介绍 这部戏给我看 他打动你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也会讲三个 主要的内心镜头 我觉得Mason很打动我的 第一个镜头 就是在成长路上 其实每个人他都是无助的 就是怎么去面对 那个无助的困惑 比如说Mason他自己 可能有一些自身的限制 比如说他可能注意力不集中 但那个有可能是 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 他也不到ADHD啦 但就是很容易 我做他一点 但是就基本上是 可爱的小男孩 然后我们每个人小时候 我也可能就是 因为他在戏里面 有一个姐姐嘛 那他姐姐其实就是 他主观世界的大魔王 对 成绩很好 对对对 然后他父亲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久了 他后来飘飘飘飘的回来 就是医生霍克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父亲在隐喻的是 一个不稳定的存在 所以他为什么跟妈妈 感情很好 是因为妈妈就是 他所有原生家庭 或者是儿童时期 那个唯一稳定的存在 对 但是因为其实妈妈 虽然带着他跟姐姐一起生活 可是他其实也还是一个成年的女性 他还是会有自己的 感情上的需要 可是因为他有姐姐跟Mason 就没有办法常常外出约会 然后Mason其实也常常 会听到他妈妈的男朋友 在跟他抱怨 对对对对 然后Mason就常常会有一种 很隐为的忧郁感 我就觉得很 很心疼 好像是他 他耽误了妈妈 对对 然后所以Mason他曾经一度 会期待爸妈 可不可以复合 可是因为 他妈妈太不喜欢 他那个玩音乐的爸爸 因为他爸爸那时候很漂白 就是他还在玩band 然后想要靠band赚钱 是 对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认清了他爸妈的感情 可能是回不去了 大概在他小学的阶段嘛 我记得那一段 他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的父母亲没有办法 如他所想的那样相爱 就是他常常是 一边跟妈妈生活 然后隔一两个礼拜 就会跟爸爸过一段日子 然后就有点不太稳定 我觉得他让我感受到的就是 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 或者是我们成长的环境 都是不完美的 那我觉得这个镜头 他帮我厘清的就是 原来我小时候 经常有一种一团糊的 不快乐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 我其实也不喜欢去上学 我也觉得在学校不开心 可是回家也不开心 然后我觉得 我是透过Mason的世界 去帮我捡回 我在童年里面的那个记忆 也才透过Mason 了解了我自己 那如果从我现在 四十多岁的角度 回去看的话 我会觉得 因为当时我们年纪小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你那时候遇到的不开心 或者是遇到的挫折 什么是我自己的责任 而什么是别人的责任 是 可是那个时候啊 如果 我必须承认啦 就是我那个时候会希望 全世界以我为中心 以我为 核心的转 可是 他让我认清的就是 如果你越想要活在 那个理想的世界 其实你会更难快乐 我想 小朋友 都还是会有一种世界 还是多少都有一种 全能自恋的状态啦 这是大概在 前额业长好之前 都会 难免会这么想 就是如果爸妈 可以复合就多好 或是如果 如果我会读书的话 是不是我就可以得到 所有人的喜欢嘛 我们都有这样很 简单逻辑的 因果归因 对 但是我们确实是 要长大之后才明白 小时候那个因果归因 就算发生了 我们想要的那个快乐 不一定会来到 真的 这真的要很 很长大之后 而且还愿意回头看 才会发现 我小的时候 对啊 我想象的快乐生活家庭 其实是不会存在的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会觉得 如果我一直 存在心里面 那个理想世界的话 其实任何事情 都很容易打脸我 所以我觉得快乐 也就变成一种 不可能的任务 是是 这不是只有小朋友 其实很多成人 当然如果他没有意识到 他想要的 其实是世界 以他为中心 他的不快乐 也会一直重复发生 对不对 可是成人又更难去 承认说 我真的要世界 以我为中心 我们都会说 没有 我才没有 是因为他怎样 又怎样 这样子 可是其实是 我们那里面 都有一个假定是 如果我想的 他为真的话 那世界应该 就会比较快乐 是啊 没关系 这个部分就是 起点文化的内容 一直在讲的 我们先向内 看到自己 好 那回到Mason的故事 我觉得第二个 打动我的镜头 就是有一种 叫做断裂的创伤 就是 像Mason啊 他是因为 妈妈带着他 跟姐姐投靠外婆嘛 然后妈妈 因为要读书 又遇到那个 大学教授的继父 重组家庭 然后他本来 以为他的家要圆满了 可是没想到 继父有一些状况 然后常有一些 有形跟无形的 暴力对待 比如说他继父 请他做家事 他就常常会有一些 言语上的冷暴力 就是有点酸他 或者是亏他 不懂事那种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一个让我很心疼的镜头 就是Mason其实本来是留那种 有点轻飘飘的 像是短发 俏丽短发那种感觉的 的长度 就到耳朵下面 有点像是小丸子 小丸子的好 对对对 你很迹象 就是男生留小丸子的头发 嗯嗯嗯 那种感觉 然后继父因为他是比较军事教育的感觉 然后他一直想要彰显他的父权 所以他就直接把Mason抓来 就把他的头剔了 嗯 然后Mason那 那整个 整个很难受 他就是有一种 被强暴的感觉 我都觉得不为过哦 嗯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他跟朋友出去骑脚踏车回来 他妈妈就突然 哭倒在他们家的停车场 然后那个对小男孩来讲 是一种 我觉得是天崩地裂的感觉 是 对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好不容易逃离开这个继父之后 就他妈终于认清这个继父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刚开始这继父对他们也蛮好的 真的 然后其实继父那两个小孩其实也蛮好的 嗯 他跟Mason跟姐姐 其实他们四个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 因为妈妈确认这个继父有问题 然后要好像真的是用逃对不对 对 就没有拿 什么衣服啊 他妈妈找了一个朋友来陪他 然后就是需要有见证人嘛 如果将来要告上法庭 然后他重组家庭的那两个哥哥跟姐姐 是用一种很哀伤的表情 看着他Mason跟他姐姐离开 是 因为他们两个是被留下来 对对对 因为好像Mason妈妈嫁给他爸爸之后 他们家庭状况有好一点 好一点 这两个人有比较获得一点 对 照顾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心酸欸 我在看戏的时候 真的很心酸啊 可是Mason的灾难没有到这里就为止喔 因为后来他妈妈完成学院当了大学讲师 他又跟他的学生谈恋爱 也就是说Mason有了第二位继父 可是大家想喔 Mason他已经慢慢的从小学生开始步入青少年 就是他的生命里面一直都有一种要听一个不是我爸爸的男人的话 他的那个自我冲击是一直都很强烈的 而他又需要在那个环境下生存 所以我其实一直读到他心里面有一些断裂的创伤 就是从这边来的 那我觉得Mason这个镜头他帮我理清啊 就是我自己 比如说我小时候 大家如果有听敲门的话 就会知道我其实小时候是 也是因为家里面要搬家的关系 被强行带离我的故乡 俗奥这样子 然后我会 有时候还有跟爸妈的相处过程 比如说我曾经打过0204的电话 就是爸妈觉得我是在打色情电话 但我其实打的是星座电话 然后再加上我爸爸在我的生命里面 他算是一个不告而别的位置 所以这对我来讲也有很多很多拉扯的创伤 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存在的 那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会觉得因为有断裂有创伤 他当时对我来讲可能是伤害 可是事实上他却一步一步的 每一个阶段都在帮我自己理清 我到底需要什么 我喜欢怎样的生活 我想要被怎样的对待 就是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搞懂自己 就像刚刚前面那个阶段 嘉玲说的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全能自恋的状态 可是慢慢的成长之后 我会越来越懂 什么是我自己可以控制 而什么是我不能控制的 就是有时候啊 我会知道什么是我的需要 而什么是别人的需要 我会觉得人生轻松很多 而且他也某一种程度对我来讲 是我在帮我自己自我疗愈 就是你搞清楚什么是你的 然后哪些你可以控制 哪些不行 而不能控制的就不再去期待它会发生 我觉得其实在说起来不难 就哎这有什么好 有什么难的吗 但其实要承认很难 比如说我们要去承认 我无法改变我父母亲 所以也许我跟他们的互动 这辈子最多就只能做到和平相处 不会有我所想象的那个理想的画面 是是 其实要放下这个期待是难的 真的不容易 就我们嘴巴上都会说 啊我看开了啦 有时候就是难就难在 我们脑袋知道可是做不到啊 在情感上面真的放下 是需要一点修炼的 是啊 而且在情感上面真的 明白了那个失望 如果你们对失望很有兴趣的话 鼓励你们去听躲猫猫的 心里躲猫猫第三集 会把失望讲得非常的完整 就是那个成长的伤痛 不是拿来阻碍我们的 成长的伤痛 当你有能力去消化它 变成养分之后 就像宜璇讲的 他生命里遇过很多糟糕的事情 可是这些糟糕的事情 你穿越了 于是你今天可以坐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你怎么了 然后因为你有了这些经验 你在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你会有多那么一分的 同理心 宽容 对或者是你会比较 那么的去能够理解换位 其实这是养分 是啊 一个成长经验里 太过正向 太过顺利的孩子 相对的真的比较没有养分 去长出这些能力 真的真的 好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镜头的部分 那第三个镜头 我觉得我在Mason身上 看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对于未知的笃定 那大家听字面上 会不会觉得很好奇 因为通常未知会让我们觉得 不确定感 焦虑 那为什么Mason有一种对未知的笃定呢 我讲他几个在戏里面的线索 比如说其实Mason他在青少年 好像是中学时期吧 他对于关系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跟 大家相处的 就是他会有一些男性朋友 也会有一些女性朋友 他会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你就会 看戏的话 就会看见Mason 他其实都若有若无的保持距离 甚至于有时候 就是女生会直接贴上来跟他接吻 然后他也会跟对方 就是好像很好的样子 可是好像离开之后 回到家里面 他对于女孩子也没有那么的牵挂 也有可能是 他就是看他爸妈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总共12年嘛 他其实他的亲生爸妈 都一直在换伴侣 他就其实也还蛮淡定的 一直在冷眼旁观 那我觉得他的感情观 是这个部分有受影响的 是 他比较困难把情感交托出去 对 然后唯一交托出去的 就是他高中毕业前那一段 算是他自己觉得的初恋 可是其实那个女生啊 其实有男朋友 那Mason他是背小三 就是女生 最后女生要跟他分手的时候 就说 没有我有男朋友 我跟你只是玩玩啊 然后Mason就整个 What the fuck 就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 Mason也没有 我觉得他有一个 让我很欣赏的态度 就是他即便伤心心碎 但他都还是 努力的对这个世界保持微笑 我记得我看过 年少时代的采访 就是花边 好像那里面有一些故事 其实是那些演员角色 本身的故事 真的发生的 就是导演 我就说他拍的很王家卫 就是他不是让演员 去演一个角色 他不是有一个编剧 把整个剧本写完的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每年集合都不知道 自己要拍什么 然后他们反而 为什么我说 你像夏令营 就前面集合起来聊聊天 就是这一段时间 你家发生什么事 好像其中一个小男孩 确实他爸妈也离婚 所以他也惊艳那个痛苦 然后导演就要他 能够去这样的呈现 对所以 对就是特别是 像演Mason妈妈 那个女演员 他好像那一年 就得到奥斯卡 最佳女配 然后他其实 最后Mason要离家 他对Mason讲的那一段话 是他自己真实的心声 就是那个妈妈 那时候在戏里面 就因为Mason 好像大学 然后他就在边收拾行李 然后那个时候 他妈妈 其实跟第二任丈夫 又感情不好 又离婚了 好像又离婚了 对 所以他那个 对妈妈的角色来讲 是双重的失落跟挫折 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在Mason 收拾好行李的时候 妈妈就突然 整个情绪 在客厅对着他大吼 情绪到一个高点 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你五岁的时候 我努力的工作 供你读小学 然后你读了小学 上国中 然后上高中 再来我要继续赚钱 供你上大学 可是年轻的时候 我明明好想把握 我自己的青春 谁知道我在 我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就结了婚 然后生了你姐姐 然后我参与了你的人生 几十年 接下来你要离开家里 然后你生孩子 结婚继续活下去 到时候我也差不多该死了 那妈妈好坦诚哦 对 她在有分离的焦虑 而且我觉得她里面 有一点点 对于自己的抱怨 哀怨 对 对人生的一种 觉得不公平 就是有一种哀悼 然后我觉得Mason 在这个过程里 因为其实Mason 他对自己的未来 还是未知的 他只知道 那个时候 他可能对于摄影 有一点点热爱 然后他那时候在 就是打工的时候 就是Mason 有一个老板 就只问了他一句 他说Mason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是 他其实对于未来 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就只带了这句话 就上路了 那我觉得这个镜头 回到我的人生里 他帮我理清的东西 就是 如果你只一直待在原地 而想要期待你的未来 有所改变的话 其实就是把人生交给命运 通常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是 唯有离开 你不断地去寻找 或者是创造你自己 真正喜欢的世界空间 或者是组织 或者是你找一群伙伴 我觉得这都 某种程度来讲 是更能够掌控自己 是 然后如果从我现在的角度 回看我自己 可能有一些人生阶段的关键期 我会觉得 或许 我在做那个抉择的当下 我都不够了解自己 但是 我会有一个很根本 很根本的相信 就是 没有关系 无论我做了这个决定 结果会如何 我都相信 我会越来越认识我自己 是 我想大家会有一种心情 在做决定的时候 没有人喜欢做错决定 是 可是就像刚才宜璇讲的 我们没有人可以保证 我们在做决定的当下的时候 你真的是够清楚 所有的事情 我们其实大部分就是 只有个方向 或只有个大概 边摸边做 但是我一直说 不要把结果 跟你的决定绑在一起看 就结果不好 不等于 你的决定是不好的 是 有可能 你的决定是好的 在当时确实要这么决定 可是因为 外在条件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 你得做决定 才会有下一步 才会有下一步 然后才会有越来越认识自己 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处在一个被动被决定的位置 或者是就不决定 然后放着的话 其实 真的不会比较好 其实就像 Mason他妈妈最后 跟他讲的那一段话 Mason他妈妈在讲的 其实也是有很多 他生命里面的不得已 比如说他生了孩子 他必须要养 所以他就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然后因为你们要读书 我要继续赚钱 所以等到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贡献给你们之后 我也差不多要死了 对 我读到了有一点后悔 可是我其实觉得他妈妈能说出来的话是好事 因为如果你有看戏的话 你会知道 他妈虽然有一点 有点气自己 有点年少轻狂 但是其实他从没有放弃 对这两个小孩的照顾 特别是在第一任继父的暴力的时候 他妈是很快就觉醒 他要保护他的小孩 带着他们离开 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 那个心情是 孩子要离家 他有新的未来 而我接下来呢 我不确定 不等于他会变糟 可是确实会有一种 我前面20年的重心没了 现在我要再重新找回我自己的重心 然后我的儿子在我面前 我当然跟他靠腰一下 那我觉得像刚刚嘉玲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一直不做决定 就会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 我觉得如果回到Mason妈妈的角度就是 可能在你有选择 你可以做选择的时候 你多主动帮自己做一些决定吧 所以这部戏 我其实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会觉得从Mason身上 我看到的是 成长啊 他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 是 然后告别都是为了去 帮我自己厘清楚 我的真心想要是什么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必要的离开 有一些必要的割舍 才有那个空间 或者是机会去 发展我的能力 激发我的潜能 创造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真的 我最近也在看一本书叫做 书名忘了 但你之后会分享 其实很多时候表面上的告别 分离会让别人 自己跟对方都很痛苦 但是如果你越能够去明白 成长的底蕴 其实是 从这些大大小小的伤痕里头 一次一次去经验又穿越 然后再复原 然后你的力量就会长出来 就像Mason的妈妈 最后对Mason说的那句话 里面我一直说 里面有妈妈的需求 也有妈妈的后悔 也有妈妈很多的心情 但是我相信Mason也听到了爱 嗯 对 就是妈妈其实对她的这个离家 有很多的不舍 很肯定的爱 对 然后她很勇敢的 你看戏里头她是很 本来好像是拍一拍她妈妈 然后还是安抚一下她妈 对 然后她还是跨出去 是 然后开了她的车 是 然后就上了 你知道在美国上大学 是要可能是要搬到 另一个州去的 然后她就决定 跟她的童年说再见 我觉得导演 刻意把镜头留在这里 就是boyhood 就是童年已经过了 然后接下来的成年 不会因此而变得简单 你还是看得到 主角的慌乱 然后她在那边 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他们去业游 然后里面还是 很多的不确定感 可是你有感觉到 这个主角 他想要走他自己人生的路 成为他喜欢的自己 他的生命里 所有经验过的这些东西 如果他够幸运的话 就是消化完之后 变成了他的养分 是啊 对啊 所以回到Mason身上 我会觉得 Mason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是先跟自己 好好在一起了 所以他才能够 渐渐的去帮自己 找回亲密 享受独立 在关系里面自由 我们现在要工商了是不是 我其实觉得 这一个戏以头 真的是蛮值得搭配 好好说再见来听的 因为他里面也讲很多 衣服的情况 你也看见 不稳定的衣服 对孩子的影响 那当然我也在课里头有讲 不是说你童年的 衣服不稳定 就等于 你将来长大 跟别人的互动 就一定会有状况 可是我们可以从中去慢慢的看见 如果分离对我们来讲 很可怕 很不愿意去看 他里面你代表你在怕的是什么 因为你不会因为怕 而这件事情不发生 那何不就把它变成一个动力式 就像以前讲的成长 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 告别是让自己搞清楚 自己要什么 而离开才会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对于说再见 不管是你想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而你做不出来 通常这里面也有割舍的议题 就你不想割舍掉一些 本来你已经拥有的 或你害怕 你去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会失去很多你有的 那这里面都有一些告别的议题 都很鼓励你可以上 好好说再见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再来一次 或者是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或语言连结的三个秘密 这些课程 也都能够帮助你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有更好的能力跟底运 去跟人做考进 是 好那现在呢 是我们的周年庆 即日起到10月17号 你参加我们一门课程 95折 两门88折 三门79折 直到10月17号 就是非常鼓励你 对于七点文化的课程 很有兴趣的话 现在真的是一个很 划算的时间 对是把它买满买足 好 那相关课程连结都在 影片说明栏里 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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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